其实我们这次的节目里面 有很多节目都是我们听众朋友所爱的 所投选的 当然因为整个我们整个播音的过程 有些节目的听众朋友是错过的 比如我们有有求必应的会重播 甚至主要的都是在近期内 做一次性的重播就对 这些节目的听众朋友的反应都相当的踊跃 那我们一看入围的那个榜单 哇很多 就在这么多的节目当中 你们打电话进来 然后呢 就是选出这个投选 这个投选量最多的三个节目 今天要请到两位 也是我所认识的同仁 我进来的时候呢 他就已经在立体无声 他进来的时候呢 我就在立体无声的 这个他是两个人 前面的一个他呢 甚至比我早接触立体无声的 黄敬远 后面的那个他呢 就比我晚接触立体无声的 黄荣彪 我们欢迎双华 嗨 感谢 哈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 晚上好 是 是 各位在场的所有朋友 晚上好 那辛苦了 今天大家很早起床 对啊 超级早 对对对 真的是 套用刚才我们同事的一句话 就是 真是谢谢大家 这过去的六十年 支持着礼物 那今天呢 大家在座的这些朋友 我也相信说 大家今天呢 都很期待 这个立体无声六十周年的纪念 的这个日子 所以特别呢 把今天呢 这个日子呢 腾出来 真是非常的感动 好 那说到这个立体无声 我想啊 其实 这个很多话呢 大家已经说了 那我也说到这 那我们就请 这个阿彪 阿彪那是后期加入的 后期 其实我加入也差不多快三四年了 哇 你这么久啊 这么久啊 可是我是从小听到大的 从小听到大的 所以我还是从小听阿彪的节目到大的 哦 没有没有没有 阿彪的老 所以阿彪是老老 对 好 没有那么好 是 真的是当时我第一次进来的时候 都是他们两人在做节目 所以我知道做一个节目真的很不简单 那个时候要起刀 像我这样的人在唱节目 哈哈哈哈 骂很大的风险 对不对 对 其实我是觉得说 阿彪讲的对哦 其实做一个节目啊 其实真的是不容易 因为我在想说 我们的听众呢 在听我们立立不胜的节目啊 那一个节目接着一个节目 那多数的节目其实都是半个小时 对 半个小时的节目 你想呢 你听半个小时的节目 你觉得半个小时就过去了 其实呢 这个制作节目的背后 其实呢 是花了很多 其实一个标准啊 我们半个小时的节目 你所听到的半个小时节目啊 制作的人他要花一个半小时 对 去做这个半个小时 是 是 这个还没加上早知道的时间 对对对 那个已经很快了 那我想呢 我可以想象说 当时刚刚加入立立不胜的时候 进入这一堂的时候 花 花的时间啊 做一个节目啊 是可以花一整片的 因为觉得说 嗯 可能我把前面那一段啊 重新再录多一次 可能会更好 所以呢 所以呢就是从这样的一种方式啊 一次一次重复的路 所以呢我们才会发现啊 其实立立不胜的节目呢 其实呢 都有非常高的水平的啊 对哦 对哦 所以说这个 科技的进步 这是为了带很大的便利 是 当然 所以呢 科技的进步 现在立立不胜 其实数码化了 是 很棒 好 我们呢 这个节目的选择也多了 当然 当然 大家同场 只有这位就颁奖会三个人 因为是 我是来赔偿的 因为今天要颁三个奖 对 要颁三个奖 对对 好 要颁三个奖呢 那就是 我们今天要颁的就是 2009年最佳节目 这是我们的同事们 制作的节目 到底呢 这个金银铜这三个奖项呢 会发落谁家 我们先来听听 入国的奖项 立地呼声六十周年颁奖年礼 入围最佳节目 言语听 吃亏就是占便宜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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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眼神充满了哀山痛苦 其中还夹杂着一种 难以言说的愤怒和无助 凭借自己的人生阅历 和多年的工作经验 麦克觉得这样的眼神 不是特意会装出来的 股庭 崩崩冷 崩崩症 这道河头河 党之神如鸡汤 它有股脑 强身 以及气氧气的功效 老年人 或者是身体虚弱的人 每天有饮食不振 提早无力 心肝 流血汗 或者是营养不良的瓶血 都可以把这家汤作为食料银 朱海银 健康 骨花银 宝石 不但会使到我们感觉不舒服 也造成的消化不良 而且可能会导致智力下降 即性胃破伤 或者即性胰腺炎 等等病症 马天龄和徐淑梅 黑白奖 一只鞋不见 有很多答案 有很多答案跑出来 好好 诶 真的 诶 来 他说 好的鞋子千万不要放在里头 一定会给人家脱 他被脱过 就是他的鞋被脱过就对了 冯金轩 烈的夜运 相信大家都一讲 阿公 在里面他就是演阿公 所以蔡健泰的这篇文章 其实就是我们新加坡的 可以说是这个议坛的一个 很好的这个参考的资料 对一个艺人来说呢 也是一篇很好的这个悼念的文章 谢知识 历的夜运 我也会 嗯的跟着人家哼 跟着人家唱啊 感觉上新加坡的这些歌迷 都比较守规矩 所以呢 我讲也就是 看着那个 歌曲一完了 这个歌曲一完了 也没有 没有人过多的这个 就是歌迷的那种反应 罗光强 周末夜运 哇 有以前我说是 啊 啊 过多的鬼的梦嘛 我喝过这个 奥罗班上司啊 哦 你对你 想不想的 对啊 所以你刚刚想过的 哎呀 你和你讲梦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到你死床后来 那样把人家玩梦嘛 黄荣彪和黄翠娟 周末放轻松 这个跟Steady Bun BB也有关系 嗯 这个就是要 谈的呢就是 当你啊 这个 你们家的这个 Bun BB 一个人诞生 来到这个市场之后 当这个Steady Bun BB 开始要动之后 你到底你知道 你要套去哪个目标吗 陈赵景 金色万花筒 这个歌词啊 每个人都有一个 想别人的时候 但是当你想别人的时候 别人会想你嘛 这就不能通言逆语了 所以时候呢 喜欢一个人看着 那两个人要不住 你想我 我想你 才能奏出我 每一个爱情的前奏去 中海林和武平 风华在线 这光我查过 几年我们说的新闻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标准 你只要找三个数字就可以 所以我这里看 听起来也蛮简 然后我们刚才一首诗 一首诗呢 这首诗 会形形 会很明显 这么有没有一个 白玉池和冯师傅 风水节目 相聚是女人 你的最好颜色是白色 青色 看着衣服就是要白了 那青色咯 你带小孩子是对的了 很久了 我可以看那个小孩 几次跟他看 他人带来看 他就是没家 你只是想看谁 在家里发脾气 好 那就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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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